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创富激发点》 我是Christy 今天找来Ronald和我们卡继 你好 你好Ronald 市场关注的焦点就是保证人 邵峰资本被证監会勒令钉牌 和罚款4200万 亦是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惩罚 其实这件事也反映出 港交所在处理一些上市公司的时候 可能会过于宽松 或者亦都觉得他们是重量不重质 亦都是把关不力等等的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2009年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洪梁国际的保证人 当时这个洪梁国际上市三个月 就发现他做假数 勒令就停牌了 之后就查了两年 现在政監会才对少峰资本 进行一个这么严厉的惩罚 其实这件事上面 其实对于我们港交所来说 是否你觉得都是把关不力呢 今次这个消息都比较严重的 政監会都是星期日发新闻稿 就是明确星期一会见头条 结果都是很重要的新闻 但是你说是否港交所把关不力呢 这个就见仁见智 因为始终全世界任何一个系统 或者机制来说 都没有能够对抗这个所谓诈骗 或者这个frog proof 就是没有能够抵御相关的 所谓如果有些欺骗的成为 但是我相信来看呢 无论港交所或者监管机构 或者证监会都好 或者保证人来说 可能针对未来以后上市的所谓要求 或者是准绩调查方面来看呢 可能会更加续续收紧 亦都有可能会令到 将来来香港上市的企业会少了 但是这个把关不力 这个所谓指控 究竟是不是属实呢 这个就暂在不同人有不同的立场 但在投资者的立场来说 当然会有这个指控 我觉得都是合理的 是的 因为时常有些报导 就说今次政監会仍然晒得警白 也有人担心这件事 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其实怎样看呢 其实香港就为一个较为发达 一个所谓的金融市场 其实我们现在面对着 吸引着的内地主要是内地的企业 更加以内地民企为主 民企的情况就是 企业管治或者内地的法治精神 或者法规精神 就不是发挥得太过淋漓进治 所以或多或少来说 可能每间企业都有些水分 只能不能将它折出来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特别是我们经历了 就是去年美国的温水民企事件 今年三月的香港的民企爆煲潮 这都有可能会陆续会见到 有民企可能会出事的 亦都会见到相关的情况 有可能会烧到 无论是根据机构也好 或者是保证人 这都可能会出现投资者損失的情况 港交所主席夏佳力也说了 今次这件事件 其实作为投资者都有自己责任 去了解一些企业的情况 作为投资者 其实为力很难 不是个人都这么专业 有什么提示 给投资者 可能在 选择一些新上市的公司 或者民企的时候 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洪梁这个例子较为经典 因为三个月就出事了 实际是市务前有的这个情况 但针对一般的上市企业来说 其实我们投资者要看多些年报 或者是中期报 亦都要留意公司的现金流 和公司的所谓的数据 或者管理层方面 有没有重要的变化 这件事是相当重要的 另外一个觉得更加重要的 就是说公司本身来看 究竟同业的比较方面 是否很突出 或者很强 这件事也要怀疑一下 好 另外就先看今天的港股 因为其实实在是令人摸不着头脑 今天无端端港股 就是恒指 全日跌了386点 收报20624点 成交是435亿 就是成交都挺弱的 是的 其实怎么会突然间跌了近400点左右 其实今天上午 其实都不是全部坏消息 有个内地公布的PMI 其实就有略性的市场预期 预期下午就可能会回稳 但是不单只没有回稳 加强跌势 我自己觉得就是说 除了可能期指即将本周结算的原因 或者美国的所谓 都有一些所谓意识会议 市场可能都不是这么看好 这个QE3 QE3 所以我相信 这个都是导致了港股 似乎是这段期间之内 都采取一个较为观望的所谓气氛 也都令到投资者 似乎选择有些好消息出台时 就立即沽货的 是的 看回刚才说 未来这个星期也有多少东西 左右市场 好像说IMF 获成元国同意 增资4300亿美元 提高旧市弹约 刚才所说 未来又有法国大选 又有美国联储局议息 还有期指结算等等的因素 未来后市仍然会否有阻力 在21,000点这些水平 其实很明显21,000点就冲不破 但是否会赠到20,000点以下 我觉得似乎20,000点也有一定的支持 我预期可能20,000、300至20,000 即600至700这个区间移动机会较大 始终这些政策市的因素来看 也会令到投资者的投资意愿 是较慢和较为观望 其实常常说QE3这件事 其实大家都说了很久 市都说他没有QE3 又会很失望 市况又不好 其实都说了很久 美国是否真的有需要推推这个QE3 如果从经济数据方面去看 其实就事好事坏 但是都是朝着一个方向 就是略为偏好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说好像QE1、QE2 去推这种全面性的 所谓流动性的刺激计划 其实我觉得机会就不是那么大 所以就算出台或是粟水板 所以我相信投资者也不要期望太多 那么多了 来 来吧